白仲綺先生 左膠也好,右膠也好,甚至是藍絲帶,黃絲帶也好 我們一起聊天的時候,大家對強迫金的憎恨是相同的 為什麼強迫金叫強迫金呢?其實很簡單 除了強迫我們搶我們的錢之外 也強迫我們去供養一班迫金經理 今日,強迫金的整體資產已經達到5900億 而那班經理呢,今年就算甚麼都不做,坐在那攤大手板 我們的血汗錢都要分一百億給他們 大家知不知一百億是有多少錢? 一百億,如果你要寫出來,有十個零 那你知不知一百億,如果英文怎麼說呢? 就不要說錯,一百億是ten billion 為什麼強迫金要迫我們去供養這班迫金經理呢? 而今天我們在這裡說的就是對沖 那我首先要澄清,因為我們獅子山學會呢 就跟在座很多,我們前面那幾排都是 那些騙人說自己支持自由經濟那些,例如自由黨那些 我們的立場是完全不同的 對沖呢,我們絕對是反對的,但是呢 其實這裡在座反對對沖的朋友呢 也都要想一下,為什麼只是反對對沖 不是反對整個強迫金的機制呢? 大家都知道,不好意思啊 倒沖其實是甚麼呢? 倒沖就是政府告訴大家 我們供了那麼多年辛辛苦苦供的強迫金戶口裡面的錢 其實根本就不是屬於我們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老闆如果你喜歡有一天要炒你的時候 就好像這裡很多人都說了 他可以將他之前供了給你的錢 又拿出來再給你一次 好像之前不是已經給了你那樣 將我自己的錢給多一次當給了你 那是不是完全是荒謬的? 所以強迫金的對沖機制是絕對應該取消的 不過呢,如果只說取消對沖 就只是治標不治本的 究竟我們強迫金戶口的錢是我們的呢? 還是不是我們的呢? 今時今日,香港的法治快要消滅 一國兩制快要被毀滅的時候 我們是否要想一下 我們的5900億資產 是否真的可以捱到我們退休呢? 大家不要忘記我們的祖國 自己都周身不行,快要爆煲 他見到我們的錢 會不會有一天想起 反正都不知道是誰 我們拿來救國,拿來國有化 又有多難呢? 所以我們獅子山學會 政府強烈要求 立法會立即取消強迫金 將我們的錢還給我們香港的打工仔 多謝主席